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体现出了一种高级的美感 随着剧情的不断深入 让不少观众直呼过瘾 而作为女主的谭松韵 颇向古代版乘风破浪的姐姐 从日常小事到婚姻嫁娶 全都得任人拿捏 出舞台小透明 人设没得跑了 当然为了更好的诀释 罗十一娘 她特地编排了很多探头探脑 反复夺步的小动作 来呼应角色 忐忑不安的内心世界 表演颇具张力 不少网友也是调侃 三月献女友就是松韵了 近日钟汉良在采访时 她坦言 最近自己也在追 谨心自愈 以罗十一娘的视觉 展开的女子群相写 绝对是剧集 接下来的最大看点之一 当然该去能够得到大家认可 谭松韵视野的十一娘功不可没 她却曾未服输 善于四两拨千斤 也总是能够找到方法 让坏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纵然剧情进展缓慢 但大家却乐在其中 随后 钟汉良表示 虽然谭松韵的古装外奖 状态毫无违和感 灵动十足 演技也从未被质疑 在她的天赋加成下 有了最好的效果 但我认为 谭松韵天赋 还是有一点局限性 我希望她依靠 大女主人设摆脱 可爱 古灵精怪的标签 给大家带了一个 没有格式化 乘风破浪的姐姐 对此 大家纷纷表示 说到点上了 如今仅仅思域逆袭 到底是谭松韵 还是钟汉良 两人谁的功劳 更大些就不知道了 目测后面的剧情里 罗十一年会 一步步转现自己的技能 用自己正直 宽厚的心 感染身边人 随着现在科技的发展 明星们离大家的世界 也没有那么远了 平常人几乎都会有自己的偶像 或者是欣赏的明星 除了平常人会追星 连大家眼中的大明星 也会有自己的偶像 他们都是娱乐圈的人 在追星方面会更方便 也能凭借自己的努力 让偶像知道自己的名字 在这一方面 谭松韵就是代表新人物 他成功用自己的努力 让偶像成为了自己的朋友 之前在谭松韵拍摄 《锦衣之下》的话续中 就有他唱林俊杰歌曲的片段 对于林俊杰的歌 他特别熟悉 一看就是老粉了 谭松韵随着这部 《锦衣之下》的热播 他的人气一路飙升 连林俊杰都吸引着 去看之不去 还看到了谭松韵 唱自己的歌的视频 林俊杰在歌坛有很高的位置 歌曲的传唱度流行度非常高 粉丝量巨大 是大家都能想到的 没想到谭松韵都是他的真爱粉 在谭松韵得知 林俊杰知道自己的崇拜后 就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追星 终于他得到了偶像的信赖 在2020年精英晚会后 谭松韵坐视了精英女神的奖项 更大的惊喜 却在后面等着他 林俊杰在当时正准备开一场线上演唱会 就主动邀请了谭松韵 虽然不是真的面对面 谭松韵也算是追星成功了 也就此和林俊杰成为了朋友 最近谭松韵的新剧《锦心思域》正在热播 林俊杰也活跃于社交平台上 两人碰巧促成了一个意外 这部《锦心思域》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开播以来就登上了热搜好几次 这次又以这部剧的名字登上了热搜 巧的是林俊杰之前发的唱歌视频 被网红改成了鬼戏视频 也登上热搜 这两个热搜就这样遇到了 结合起来刚好是 谨心思域 林俊杰看了都无语 完美形成了一句话 如果是平常人应该不会把这两句连在一起 不过对于林俊杰真爱粉的谭松韵 立马就截屏记录下这个时刻 四舍五入就等于自己和林俊杰联系到一起了 这两句话看起来有些搞笑 却暗含谭松韵的新剧口碑好 自己还和男生扯上了关系 可谓是事业爱情爽丰收 真是人生赢家了 不过却有粉丝劝谭松韵删掉动态 就算粉丝知道他只是为了追星 但一些黑粉只会觉得谭松韵在蹭林俊杰热度 看来明星也不太好当 想记录自己 追星日常还要考虑这么多事情